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恆子今天的走勢,看到恆子今天就是高開了,高開了之後呢,上到那條34mA以上是有點高滑,似乎是在走二浪,看到這個現科圖呢,由這個位置開始小事圖,走了1,2,3,4,5的 應該有機會是這個1浪結束了,做2浪調整,2浪調整最少20% 那麼它會回多少都比較難說,因為它現在去到那個3浪,日線圖這個是1,這裡是2,如果它的3是很快地上呢, 那麼它3浪的調整,就是3浪裡面的2指浪呢,就會是可能,那個幅度,調整的幅度就不是太多,有可能是會這樣,所以這一點都要注意的 那麼,至於現在的數量就是,因為之前數這裡就是一個WYZ,WYZ走完之後呢,就應該會是,主要都是只有兩個的可能性而已,WYZ,之後就會走,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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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後有 danex ,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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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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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6,5然後能進入相關ところ因��하면 WYZ eli por Same Naro 它會走平台浪的B 平台浪的B就要Retrace A浪的70%才合格 再出C,然後再上 這個是第二個看法,主要只有兩個看法 所以這兩個看法都會經過這個浪的70%的位置 即是無論它是破頂還是反彈再下 它都會經過70%的位置 所以現在最主要就是看著70%的位置 即是比較大信心就是去到那個位置 看一看 70%的位置 現在看到這個現貨圖 70%的位置就是21530多 所以現在都是看21530多這些位置 這個就比較大信心可以去到的 那就看看 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 如果這個是三浪,它正常是去到22500左右這些位置 因為那個三浪就是一浪的一定多8倍 這個比較普遍 另外就是講回 究竟這裡是走什麼浪 因為現貨就是這個位置 就穿了前面這個低位 但是用IG那邊看 就沒有穿的 即是這個位置就沒有穿 所以就只有一個走法 就是這樣 這裡是一個平台浪 然後這裡是一個色色的 就是一個1浪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是2W2S2Y這樣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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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2浪 然後就是2浪 然後就是3浪 那因為那個2Y是一個色色色的 而色色色的C浪呢 它只要是去到到B浪的90%就合格 那所以就有個情況就是 那個現貨圖 那他們就會有個ABC 這個C是穿了前面A的底 看看IG日线图,它是没有跌穿的,没有跌穿,没有跌穿前面的帝位 这里是A,A,B,C,C,C浪是最少要求,B的90%就可以了 所以现货就是这里穿了,没有跌穿,而IG没有跌穿,也没有跌穿 只要C满足了B的90%就已经是合格的一个息石 所以这就应该是正确的数法了,这个位置是一个W,是一个平台浪,而这个位置是一个Y,它是一个设计 就变成了,那二浪是用一个二重三去做,就是这样的看法 二重三,那就应该结束了,应该开始三浪 三浪里面它都会有个二浪调整,那就会去到日线图 看到今天是升穿了那条89ma,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固压在上面 即是这条89ma是一个阻力线来的,那就造成了二浪,看到这里是一浪,这个三浪一 那三浪一去转去三浪二,那这个阻力线就是那个日线的89ma造成的 那所以现在都是,看看它调整多少,那它也高的,小时图macd也高的 那应该会是落深一点,那才有力再上 那就是现在在做一个二浪的调整,那现在是在做一浪,二浪的调整 那之后就会是三浪,那三浪就应该是这个一浪波幅的1.6100倍 那所以都可以量一下,那二浪就未确认出完,那所以就 只能够说,大概是量一量吧 那这样粗略估计就可能是去到二万一千二十那些位,那三浪 那加设它会回到一万九千八这些位,那才再上 那如果没有回到那么深呢,那就是三浪可以,那这里都有些支持的 那所以大概可能是一万九千九那样,那如果要上去三浪就是二万一千三左右 那大概都是那些位,二万一千三,接着二万一千六,那因为二万一千六呢 那就是那个70%位置,那这里70%位置,那所以那些位置都很大信心去到的 那至于这个周线图方面就,那这个是XX浪里面的C,那走近 那这个是XX浪里面的A,那这个位置是XX浪的B,也都完 那会走XX浪的C,那C又分成1,2,3,4,5,那走到那个XX浪的C,那C又分成1,2,3,4,5,那 那如果真的这样走,那它周线图呢,就会一直出阳烛的,或者叫做大部分都是阳烛的 那因为它是C,C就应该会是,和A可能这些比较长的阳烛差不多了,就是会是,那这个波幅都比较大的,周线的波幅 那所以这个周线就,我想差不多了,可能会再高一点的,但是就,再多一点就应该不会再多很多了,因为都,本身都长的了,算是,算是合格了 可能下周线的波幅会再大一点,或者是,两个周线后,那这样 那所以接下来都要注意,应该是,都是会是,大升的机会,大升的机会就比较高一点的 那那就看一看,上阵指数,那那看看上阵指数的日线图,那那看到那昨天就去到1比1的位呢,1比1的位就有支持,那就收回阳烛,那可以夺回那个1比1的位呢,那可以夺回那个1比1的位呢,那日线图,那拿回,那 那看到日线图,那拿回,那前面这个浪,那和后面那个浪去看回那个比例,那看到他昨天去到1比1这个位呢,3252这个位,那有支持的,那所以就去到1比1的位有支持,那就转回上去收回阳烛,那有机会这里是,那里面呢又不像是5浪结构,那这里,那所以就应该有机会是一个,那如果他是1比1,那是浪与浪之间的比例,那这个究竟是1浪啊,或者是5浪啊,那里面是5浪的结构,那所以就应该有机会是一个,那如果他是1比1,那是浪与浪之间的比例,那这个究竟是1浪啊, 平台浪完了,那也比较难说的,那如果是比例上呢,他有点像是ABC一个平台浪完了,那现在才开始一个1,2,3,4,5,那但是如果他是一个,那这个位是1,那这里是一个2呢,那现在就开始3了,那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上升的, 啊,因为就算按到1小时图呢,他都比较难说这个究竟是ABC啊,还是是一个5浪结构,应该就像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ABC啦,那如果这一段是ABC的话呢,就只能够前面是一个,就是这一段是ABC结构呢,那只能够这个是一个5浪结构,那应该是1,那就是2啦, 那所以现在呢,那现在呢,上正指数,那日线图应该在行3浪的,那而他最终呢,应该就去到,那之前计算的那个位置,周线图,那里,这里,前面这个浪,周线图,和后面这个浪,那个1比1的位置,那里,这里,这里,前面这个浪,周线图,和后面这个浪,那个1比1的位置,那里, 3,4,4,7那些位置,现在正在去到3,4,4,7这些位置,那上正指数就是这样的看法,那看看导致走势,那看看导致的日线图, 那看到他昨天收洋竹的啦,也都站稳到那条55MA,那但是他就站不到那条144MA,那看到这里上来是个1浪,那这里是个1浪,那这里是个2啦,那接着就是3浪的1,3浪的2,那就转了收洋竹,那可能随时就开始3浪3啦, 那但是他就阳竹,那守着这条都可以的,也都没有跌穿前面的底,那也都应该是条整浪3浸就完成了啦,那看到4小时图,那这里上来是个1浪,那接着就是一队比较复杂的条整浪,那看到4小时图,那这里上来是个1浪,那接着就是一队比较复杂的条整浪, 那这里是第一重,这里是第二重,这里应该是第三重,那会不会再复杂一点呢?如果再复杂一点,如果又要不破底,那最后那一重都可能可以是一个三角形的,那所以这里呢,譬如这里A,B,C,D,E, 那都可以的,他只要没有再跌穿这个位置都可以的,那他最后那重调整,用三角形做,那就是代表他应该就不是怎么跌得下,那应该都是转向上的啦,那这点都配合到行至转去三浪,就是三浪3这样的,那就,最终都是看着这个位,这个是,因为这个是一浪起点来的, 那所以就最终都是看着这个位置,那而数浪方面呢,他应该就去到最后一层,最后一层的条件了,那看见他的的也确就不是一个太明显的五浪结构,那看见好像是一个A,B,C那样,那所以也都变了刚刚所说的,可能是这个位置呢,第三重的条件可能是用一个三角形去做, 好,那那,就不应该跌穿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是,A,B,C,是一个C的位置,那个E就不应该跌穿C的,那这样上回去应该就,那那看一看那个,那看一看那个,那看一看立子的走势, 那那那,那那看这那对纳线就看看那星空月线图吧,他也是在去整个浪的,前面整个跌浪的五十十分之位,那那那些图可能一冲上去,呢,就可能会再冲高一点,那那,月线如果收到场面就更加好,他就会看一看那算四千三这样的位存在,那那那那这那这那位,那那那一看他这它现在,啊,那那那,这那 fluid线的浪那,那的那包涂呢,那那那那把结构那那你深的 看看日線圖,假如這裏走了1,2,那這裏又是一個1,2,那昨天數過好像又不是,昨天數過,都是看著這裏走1,2,那這裏也是1,2 那它應該就要去到一個開始是先得急的位置,看看會不會說今晚或者明晚會不會突然衝衝上去,然後回的時候也會少,回的時候就不要跟這裏重貼就可以了,回的時候回一回再上,起碼這裏會構成一個推進浪在這裏,當這裏構成推進浪, 那這裏應該是4,5,4,5這樣上,那就比較,可以把前面那些浪,就配合了,那就變成一個推進浪,那就會是,整件事就會是好多了,一個升浪的數法來看,那就會是合理好多了,都必須是要這樣做的, 如果它中間上去不斷不斷地重貼,也都不像一個推進浪,這樣的話就會是,如果不是推進浪,就是反彈浪,那就會是,之後就會很麻煩這樣,那所以, 那些,比例上呢,都是看著這裏,一半那些位,就是13600多,那也都,短線也都,配合到的,就是剛剛,導致的走勢都是利好的,導致走勢也是利好的,那,應該都是看好的了,那看看,那個,黃金的走勢, 那看看,黃金的四小時圖,那兩個禮拜前就在高位208多,那就做了一個調整浪的,做了一個ABC這樣一個調整浪,那這個像是反彈浪,那也站不穩,站不穩前面那一跌浪的,50%,那都判斷了一個反彈浪,那也都,這裏不是好似一個推進浪,那所以這裏就變成了一個, W,S,Y,那,Y它是會分成ABC的,Y的A在這裏,那這些是Y的B,應該這個是B的高位,那是不是B的終點,就不確認的,那B的高位應該是暫時見到在這裏,那就會是C的,Y的C,那去到197多的最少,那變成了,W,S,Y,那, 走完W、X、Y才有機會再破頂 在一個雙色色的時候 都可以找到Y最少的目標 Y最少要去到W的90% 所以就要看1973的最少 這個位置最少也跌到1973 甚至乎再深一點才上 看看原油的走勢 看到原油就有點反彈 因為它超賣了,短線,四小時圖 看到這裡 都出了一些空隙 4小時的STC都是超賣了 所以它就反彈,彈上去超賣的位置 然後彈上去之後 都好像在做這個跌浪的反彈 應該是再下 那就是這個呢 昨天的陽燭應該是在做這裏 四日陰燭的反彈 有機會再繼續下 那就是提破這個底 看看這個美元指數 看看這個美元指數 看看美元指數 B,C 收音族就這樣結束了 平台下 那當A,B,C結束之後 都是 看它會跌穿的底 跌穿這個底 差了C會不會是高一點 這樣才下 分別都不是太大 看法就是現在直接就跌穿這個底 或者是 破多次 幾一前的頂 那才算我們下 就是這樣的看法 那今天的影片就拍到這裡 喜歡可以給個讚 訂閱Youtube開訂閱 也歡迎分享給朋友觀看 也可以考慮找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是Patreon的會員 那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